Print the bag 誰最喜歡剝椰子 被牙 誰最喜歡吃椰子 變了 變了 你不會也不用被打 打他 這應該都是變的 OK 去牙 被牙 吃吃都 OK 來 所有的資訊 現場三組仔細的判斷 黃鞭子真的當成還是假的冒牌貨 要壓幾分 請選擇 好 怎麼樣 確定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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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大家就馬上了 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要跟他們不一樣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他那個動作 我跟你講一般人通常拿起來 可能就是只是這樣對不對 他不是 他馬上力道要拿出來的 就是那個劍 我覺得肯定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動作 如果說真的每天去咬 這麼多次椰子的話 應該是很習慣的一個動作 他不會這麼 你覺得這很刻意 對 很刻意嗎 他本來就很刻意 他本來就要這樣 而且他那個有裝過假牙 假牙其實滿脆弱的 你如果再去玩你的假牙 很容易又掉了 他就跟你說 他就跟你說那是門牙 他是用這邊 對啊 你嘴巴 嘴巴 你有發現他這邊牙齒比較短 這邊比較長嗎 因為他常常用這邊一直磨 沒關係 我們就是要跟你們不一樣 等一下 假的 絕對假的 假的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真的能夠用牙齒比較多椰子嗎 正確的答案是 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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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 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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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剛剛還講的 頭頭四道 好優勳 請問一下黃仙 您 第一個您本業是 我是網路行銷 網路行銷 好 那你剛剛為什麼這麼衝動 拿了椰子然後變過第一組 因為我剛剛有看那個影片 對 真的人家那個真的很厲害 對 你看我們是不是在那邊聊天 對 OK 來了 真人真事在哪 沒錯 他說在巴拿馬有一名計程車司機 他可以在六個小時 用手和牙齒剝五百個椰子 平均八秒就一顆 非常厲害 來 加油囉 加油囉 接下來下面一位 凱樂要帶來的是什麼樣的人 更是凱樂 歡迎 她的試機是生下全台最重 五千九百八十克的巨嬰媽媽 五千九百八十克 請問一下Evy 小孩一生下來以後 妳的第一個念頭想法是什麼 想罵醫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就是 最後一次產檢的時候是 預估是四千多功課 結果 所以妳是自然生 本來要自然生 可是我力氣都用完 也全開了都生不下來 然後緊急剖腹 OK 所以妳兩種痛苦都受到了 對 這個是大家講說在生孩子的過程當中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吃全餐 OK 那生出這個巨嬰 因為將近六公斤 對 那家裡面像婆婆啊 抱到這個金孫 感覺怎麼樣 她一開始聽到說 五千九百八十公克的時候 她不太敢看 為什麼 因為她怕太大 就是 我不知道 她就是很驚訝 喂 我嚇死了 她跪了 我不要 然後我婆婆還開玩笑說 你是不是報錯了 對 抱到人家兩三個月的 對 妳跟妳先生 現在還打算再生下一胎嗎 目前沒有這麼想 因為我不敢生 因為生這一胎很累 然後又很痛 妳怕再生一個巨嬰 怕再生一生出來 就直接送去幼稚園小班 鐵太大了吧 可能那個機率會比較高 OK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還沒有想要 生這一胎 沒有 我不太敢 OK 其實我都正常就是三餐 就是這樣吃 可是就是 保健食品 這樣子 保健食品 會吃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是維他命嗎 她也沒想到會這樣 對 就是沒有想到 妳就是正常三餐吃 對 也沒有吃什麼 但有吃一些保健食品而已 對 來 玉琳 我倒是非常的好奇 這麼大的一個巨嬰 那 因為手一定會痠嘛 那對媽媽來講 那就是重物啦 對 怎麼哺乳 6公斤好多 Evy 願意回答嗎 其實 哺乳 我沒有什麼奶水 對 所以她就 妳就不是用 妳現在是用輕味嗎 沒有沒有輕味 就是用配方奶 她夾的機率滿高的各位 對 我也覺得 對 應該屁股都要很大 對 因為一定要足夠的那個 那個 要擴張全部才有辦法曬就對了 Evy 對不起 沒有涉及到任何騷擾的問題 沒有 沒關係 她只是在就單純討論 對啊 來 所有的資訊 提供給現場三個來賓 好好的考慮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要壓幾分 好一樣喔 怎樣 妳在想怎樣 怎樣 妳要用假的是不是 不要 不要真的 不要真的 我們要真的耶 我們要真的嗎 對啊 我們要假的 可是我覺得是真的 假的啦 來 凱樂 第一組壓的是真的三分 第二組壓假的三分 第三組一樣壓假的三分 真的還是假的 正確的解答是 真的 怎麼可能 妳覺得是真的 妳覺得是真的 妳們都覺得是假的 妳們都覺得是假的 對 妳們也覺得是假的 我要求換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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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聲音也很高 我的聲音也很高 是真的 來 那為了要偵訊於大家 Evy 那是兒童健康手冊對不對 對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上面記載的體重那些嗎 是真的 妳想這樣嗎相信我嗎 沒有 她那麼大 我看醫生吃不應該建議 來 我還有腳壓壓 好可愛喔 她都是6000個 好大的腳壓壓 體重5980好嗎 好大 身長62 好不好 所以我看她的腳真的好大 好大 都快塞不下 骨灰37 三個骨子 資料都在這兒 胸圍4000 好大 OK 好 我們也讓大家看一下 一般大概小孩 生出來3000左右 那大小是怎麼樣 那她的小孩 將近6公斤多大 來 這個是一般的嬰兒 來 一般的 這是一般的 這個就是她的白費 對 她這邊 好厲害 而且她的頭髮 她的頭髮好多 對 好可愛 是不是距離一點 真的距離一點 她現在頭髮是這樣嗎 請問一下Evy 妳懷她的時候 妳懷她的時候 體重增加了多少 我大概胖到80 十幾公斤 只胖十幾公斤 快20 快20 她就占了快6公斤 對 因為妳知道 有人懷孕的時候 在我們跟其他一些藝人朋友聊過 有人懷孕 重了快30公斤 小孩生出來3公斤 對 有 對啊 這重很多 這都胖在媽媽身上 對 這個是 這是現在滿兩個月 現在都滿 滿兩個月 滿兩個月 長大以後就是哈校園了 不要 打職人 打NBA 打NBA 對不對 她爸爸說要她 OK 來 最後這一位 先意識是什麼事呢 來 凱樂 歡迎 她是有靈氣 人骨熔鐵的鑄劍神人 意思 中間意思就是說 你的鑄劍的劍裡頭 會有人骨熔在裡頭 對 對 那請問一下 人骨怎麼來 人骨的話一般就是屬 一些 還有遷移 可能就是 當地相公所會請人家來認領 一些無阻的 然後我們會去 跟她請示說我們的用途 然後問她願不願意跟 是刮杯嗎 對 刮杯 看她要不要來我們店裡這樣 OK 那當然其實用這樣的話 如果刮了刮杯 就表示可以用 然後可是你們在用的過程當中 但還是心塵沈浸 然後你們會準備很多精子 要先燒 交給他們 因為我們每天 我們請回去店裡的時候 每天都要燒香 拜拜 然後可能不一定會馬上用得到 中間這個過程每天都要燒 然後要逐漸的時候 我們還要 可能還要買很多的精子 然後下去燒 所以你剛才講的意思是說 那個人骨拿回來以後 是先擺在你們店裡 對 不見得是馬上用 可是因為擺在店裡 所以每天都要燒幾錢給他 就和神明一樣供奉 OK 那 聽說有人要出最高價 曾經有人出到 不是一把 它是在燕草 高雄燕草一個角速奉天宮 他是因為要幫他們的神明 廟裡的神明 打造配件 所以他一千萬要跟你買幾把件 前後大概做三四十把件 從七萬到六七萬到三十幾萬不等 所以那個神明都有配的那個件 是真的件 對 OK 好 來 現場來賓 提問時間 我想請問他在 就是 做這件事這麼久以來 有發生過什麼靈異事件嗎 有沒有 唉唷 恐怖到了極點啦 究竟人骨住件事 曾發生過什麼恐怖的靈異事件咧 大根 神明指示才會加人骨 萬一般的話 收藏 沒有再加這種東西 時代不一樣了 應該不進來用人骨 你下次可以考慮用 總是比較文明一點嘛 他講的話真正的那個 說服了我 因為他的外型 也真的很像打鼓的感覺 因為陰氣太重了 你沒發現剛剛他一講話以後 整個攝影棚都冷了嗎